绿人被学英苏仁昌遭蓝营举牌杯葛 怒斥谁饮 柯建民护主竟动手推人 但只想当网红无时把公事事实 睽違13年好不容易回国 收割当然要及时 也非常感谢在我要求下 程其迈副院长 交通部林家隆部长 许明春部长 郑文燦市长 大家一起来努力 经过这么多天的辛苦 更能够改善劳动环境 执政团队一定会展开检视 听取各界的一个意见 罢工落幕守现身 感谢内阁沟通紧密 苏院长兰工开口闭口 都是在我要求下 连整个过程晋升的劳动部长 也没缺席 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关心 这样的一个争议行为 是劳工为了要争取更好的权益 让企业的经营能够更勇气 8号罢工服院向开启静音模式 11号神隐四天的小鹰总算现身 12号苏贞昌艳情绿尾 神隐五天 这才含话希望圆满落幕 14号晚间历经160小时 10点25分宣布罢工停止 妙的是苏贞昌院长 像是当起先知 23分就强先发文 10点半轮到蔡英文 还不忘酸廉价磨黑该停止 陈其迈 郑文燦 林佳龙 也陆续表示放下心中大石头 不到5小时服院脸书全到齐 没有看到内阁的角色 结果一结束之后 都跑出来了 说功劳是他的 所以叫真功伟过 于是神隐放任派系斗争 罢工薪火燎原 服院脸书更新 倒是跟紧了协商的落幕速度 也难怪遭酸收割大军 通通在绿营